我真的特别怕虫子 所以我带了各种品牌 好几瓶的防纹液 还带了非常多的防纹贴 我也不知道哪一种好用 我就把它全都带上来 我也不知道带其他的东西 上岛会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先把自己照顾好 班组说只能带衣物 洗漱和药品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研发了很多 可以伪装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熊胆粉 其实它是伪装成熊胆粉的面膜 这是一个伪装成玻璃酸钠 滴眼液的压缩饼干 伪装成一个眼镜盒的音响 这是伪装成剃须刀的三个灯 这又是我另一个剃须刀 我这人胡子长得比较快 就要量棒提取刀 其实它是一个伪装成提取刀的灭门斗 伪装成药盒的咖啡 伪装成金骨贴的咖啡 出来扎岛 咱们上岛万一岛上有点什么原住民 你不得给人来个大红包 万一岛民爱喝咖啡呢 这是调料 油盐酱醋 辣椒籽 自然 裤管里 这裤子 臭袋啊 这裤子还能再放点东西 但是裤子好看又实用 这条裤子就是我的命 要不明天早上再把这条视频给弹图吧 夏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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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度假的感觉 这是我带了唯一意见 就觉得会让自己心情很放松 有度假感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趟旅程 好像不是去度假的 但我期待着有度假的感受 我其实唯一就一个害怕的 就是虫子 没准有什么挑战让你吃虫 那我真的不行 那我打死也不行 黄虫的帽子就是我觉得它太重要了 因为我特别讨厌虫子 任何各式各样的会飞的 会爬的 会游的 会走的 会喷射各种各样毒汁的 我都害怕 本来计划把好多好多东西都带上去 什么瑞士军刀啊 什么地丁啊 结果节目组说不允许 我这样上岛 我这样上岛 这就不算 不算空间了 对不对 我还可以往脑后再带着 不过这还可以挂一个兜里 还可以穿一个 还蛮美的 鞋子我就挂活上 我就挂活上 挂活上 当项链 那我就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就是衣服 通风衣啊 防晒图啊 还有在网上刨的 这个防纹挂 我感觉他 不太妙了 我感觉他 不太妙了 他就像个死罗 很可惜